再來看民進黨總統參選人 大千多 今天是去台南 北立委作會定義 也說國會不會過半 今天早期 副總統的參選人 蕭美金也跟各自媒體經兵 蕭美金是公調說 美國跟中國都想說維持台海和平 民進黨也願意跟對話 共同對話 當年跟本名區台南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 大千多 一三十多期北六位 以過參選人的記憶 又到頂飛翁 雍丁怕出戰旅大 要落寫國評動選 六千多表示 它跟蕭美金都是台南出心 希望這次能突破過去台南投票的記憶 所以現在立法的進度 它又批評這是混亂困理 像我們爭取的這場遊戲 可以帶領臺灣在波濤洶湧的局勢當中 穩健的前進 民進黨一個呼善組織 副總統參選人蕭美金 定期後第一次出來跟記者認定 國際媒體也都出動 包含美國日本頂差不多六十間 都來採訪 關注蕭美金 參選後的外交政策和兩化局勢 蕭美金是中心的 撼回民主和台海好平 也關係跟對華電視共同對會 日本媒體是在問 若南北下民調的超過 劃消費 蕭美金表示 民調氣氣補補重點不是南北是不是合作 是如何讓自己更好 自己跟劃清潔有很多方法 更加重的是別處都有共同的價值理念 記者綜合報道